台北文學季 2017 台北文學季 國際作家單元邀請金蓮米先生來台的這場 唯一一場的座談會正式開始 我們先給彼此一個熱烈的掌聲 很好 看到這麼多熱愛文學 熱愛影視的朋友們 共居一堂 主持人也就興奮了起來 但是我有我的工作要做 我首先要來感謝 今天我們會有這場這麼棒的聚會 來自於主辦單位 台北文學季的幕後 挹注了非常非常多的資源 給予協助的台北文化局 今天的代表是郭佩瑜 郭科長 請他跟大家打開 如果沒有主辦單位 台北文化局 這樣子給予這麼多的協助 盛大的在杜鵑花季開放的這個時節 不會有文學的創作 與院讀推廣的這樣子的 持續的以熱力來清醒 那麼合辦單位 也就是今天提供給我們場地的 是國家圖書館 我們要感謝館長曾淑賢女士 以及副館長吳英梅女士 他們等一下會到場 到場的時候我會再次歡迎他們 接下來是承辦單位 承辦單位是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 它的旗下有一個非常棒的資料研究中心 支撐著35年來文訓雜誌社 不斷的在文學的服務 文學的教育 這方面的工作 不斷不斷的一直在推動 那這個推手呢 甚至把它廣為傳達到 一般的民眾 總是有了文化主委 托經營的紀州安文學森林 那麼我們也要以熱烈的掌聲 來謝謝文訓雜誌社的社長 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的執行長 及這個紀州安文學森林的館長 楓德平楓館長 除此之外呢 這個台北文學系 還有一個很辛苦的協同計畫的主持人 是楊中漢楊老師 謝謝大家 那麼接下來就是今天真正的這個重頭戲 我們先來歡迎有警察小說第一人之稱 他是一個全能型的傳奇作家 他橫跨了大眾的趣味 以及嚴肅的社會議題的關懷 他以不在日本的警察小說 還沒有形成熱潮之前 他就努力的奮力的一直不斷的耐著其 落寫了39年 而有了將近200部作品 30幾個系列以上 來封名整個日本的文壇的金顏銘先生 接下來呢是一條非常重要的貴賓 這個貴賓呢陪伴著我們一起成長 他從美國留學回來之後 就一直在電視界裡面耕耘 然後他呢不管是以全家母母 母親帶小鴨到後面的所有的這些作品 大醫院小醫師或者是玻璃師大人 玻璃師大人甚至呢都變成是一個流行的一個名詞 他能夠引起我們更多更多的對 我們生活中遭了很多的小人物 底層的階層 能夠付出更多的關注 那他一直努力不懈 同時他有原著的這個編劇 他具有編劇導演監製的身份 他也做紀錄片 那他在職劇場裡面的所有的付出 他提攜了 他作為一個總召集的 提攜了非常多的導演編劇以及演員 那同時呢他又以《閱讀時光》這個系列 就向台灣文學作家致敬而有改編 從原著改編的這一系列的 非常精緻而且很高畫質的劇集的 我們要以熱烈的掌聲來歡迎 王小弟導演 另外呢是在十幾年前就以 由唱這個筆名一直不斷的在寫 關於推理小說的評論導讀解說 那現在任教於中興大學 這個學系的名稱非常的難練 請各位 我很努力的想把它背起來 但是 anyway 他在大眾文化以及在台灣文學 以及跨界的這個流行文化 這方面的領域 他甚至是一個亞洲的這個 新興媒體的共同計畫的一個主持人 不是新興宗教 我們來歡迎陳國偉老師 陳國偉老師因為對於日本推理小說的 他也受邀請了 他也受邀變成是唯一的一位 就是台灣的去到日本的九州的 松本青章紀念館 擔任松本青章在東亞的接受這樣的計畫的其中的一個成員 這是一個台灣的這個評論界的一個無上的光榮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今天下午的座談會會有多麼多麼的精彩 我們的題目是要談這個原劇改編 原作改編成影視 因為影視化這件事情呢 很可能是推動文學用閱讀 使它作為一個推波助來的功用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工具 但是事情有那麼簡單嗎 那對於一個創作者的角度 從一個編劇 原作編劇的角度 原創劇本的角度 導演的角度 以及從一個學者 評論者 或者是一個觀賞者的角度 會有什麼樣不同的見解 我希望今天的座談會 除了來自於金顏銘先生他自己的經驗 提供給現場從事參觀行業的創作 創作者或者是工作的從業人員 能夠有一些些的觸發 以及一些些的更多的想像力的開闊 之外呢 也想要藉由這個機會 讓大家知道 小弟導演為我們做了什麼 以及國威老師他的研究又是怎麼樣的取向 我們有沒有可能共同結合這股力量 我們為台灣的這個文學界 做更多的事情來回應文訊雜誌 一直在做的這些工作 我們現在首先呢 在整個活動進行之前 我因為一直把他當成自己人 而經常忽略的在這裡公開道歉 我們要非常感謝這兩天 無論在工作坊 或者剛剛的記者見面會 一直擔任這個口藝工作 極度之辛苦的正大的吳佩珍老師 那接下來的時間呢 就會由金燕銘先生就他的經驗來跟我們分享 那金燕銘先生談過之後呢 他是小弟導演 再來是柏偉老師 那我們先請金燕銘先生為我們談一談 王導演 王導演真是一位多彩故意的導演呢 在這樣的這個多彩化的導演面前 我來講作品要影像化 真的我很怕會冒敗他 基本上呢 我的作品會改變成連劇劇 或者是這個電影 我都是非常開心的 ただ今日この先 色々お話が進むと思うんですが 文字 小説ですね 文字 だからこそ成立する世界と それからそれ 映像でなければ出がけない世界 これ両方あると思うんです 那我在想呢 只有文字 或者說是小說 你才有辦法成立了 這樣一個世界 跟非得透過影像 才能夠描繪的世界 我在想 各自都是存在的 それについては 後で三人で お話をしようと思います 關於這一點呢 我在想 接下來要跟 這兩位呢 一起來看 私の経験で言うと 読者の人が 自分でイメージを 登場人物について イメージを作っていきますので それは映像化された時に 自分のイメージと近く って思われることが 多々あるんですね 那我在想呢 我的經驗是 有些讀者 他可以 這個作品裡頭想像 例如說 這個登場人物 他可能自己 幻想 然後會 可是當他被影像化之後 就 跟我想的 不一樣呢 我在想 可能大家都有很多 這樣的經驗 ですから それについて 念頭上で 文句を言う 読者さん いないのと 私が文句言う 読者さん 文句言う なぁ 也因爲 這樣的關係 我有時會看到 有些讀者 他們會在網路上 有 不是沒有人會報恩 都會有人報冤 可是我要說清楚的 不是我報冤 是讀者報冤 そのようなことはあります とりあえず そんなこと なぁ 我現在先簡短的 就先說到這 沒有料到 介敏先生 如此簡短 我小小的 等一下 他還會有更多的發言 那剛剛 有一件事情 非常失禮 就是 可能 我見到大家 太開心了 那 也 沒有告訴大家 一個訊息 今天李烈小姐 原來也是 對談人之一 但是他因為身體不適 所以今天 不客來出席 我們 非常的 至上關心之意 但是我想 除了表達 心理的 就是 希望他早日的康復之外 不會影響到今天 我們的 精彩的內容 所以呢 在 經營領先的 再度發言之前 我們可以先請 小弟導演 來談談 他的 關羽之劇長 好 靖遠 你先 好 動作 短かった 但是 後來 三人 都在說話 好 原來 你說我做得太短 我是想說 我要說那麼多的話 等一下 大家沒話說怎麼辦 那小弟導演 你要動的一盆台灣 你現在正在推動的這個職劇場 還有閱讀時光 我最近看了蠻多經營領先的作品 所以我想說 因為原本好像 我的部分是安排關於這個改編的部分 所以我想 我剛剛特別跟主持人討論說 等一下我希望也有機會討論一下 請你們現在的作品 那現在可能略顯 突兀的 那我們就稍微來講一下這個 閱讀時光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這個節目 閱讀時光呢 是文化部之前的一個構想 就是想讓 就是剛才說的 讓更多人 在越來越影像化的這個時代 能夠也欣賞到台灣的作家 多認識台灣的作家 所以我們 稻田工作室得到這個案子 那我們就有請教很多專家 跟文學的學者 然後我們大概有選了 大概從楊輝先生的宋鮑夫 就是日據時代的這個生活經驗 可以知道 最年輕的這個王登玉先生 他其實是一個動畫家 但是他的文字也非常厲害 那十位的作家 然後我們有七個導演 分別拍了這個十部作品 那包括朱天馨 包括廖玉輝老師 包括劉大人先生 還有夏娜南國安先生 還有莫里君 柯玉芬等等作家 張惠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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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朱天文 我剛剛說朱天欣文 對不起 這是天文的小說 那今天我有帶來一些比較短的片段 也許我們稍微這樣開兩部短短的介紹 那老師可以嗎 沒有問題 當然沒有問題 這件事情在台灣發生是一個已成輩 就是有導演願意為台灣的這麼投入文權創作者 這些作家能夠讓可能還沒有來得及接觸這些作品 而因為有這些影像畫而願意來回到文字欣賞的世界 這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電影的片段 我最近和一個朋友分手 她是一個女孩 一個和我住在一起三年的室友 前幾天 看不見了 她的東西都喊在房間 後面可以等見嗎 那就看不見了 OK嗎 有時候我把自己的畫面這樣過來 有時候 我好像一定要翻牆了一看見了我自己的故事 所以那個故事 好像都有一次的聲音 有時候 你不能想打我沒問題 你不可以找我人嗎 不要再接你走給他 拜託我們知道 沒人說你我可以再我來 你快來請罵柔情喔 沒人就在你盤子的啦 蘇姨我到你對方來說的 叫她怎麼報告你 想當我報告你 我得這台子啦 你超夢幻啦 罵夠好啊 好,那下面就是声音关掉好了 就是大家有机会 影片的声音可以关掉 那个我很快说一下 我大概选了这两个冰箱跟后来 都是同一位导演 是王明台导演 那在这两部片子里 可以看到导演用非常不一样的镜头 就是他拍这个冰箱的时候 因为冰箱 柯一芬老师是非常年轻的 然后从台东来到台北的女学生 她说从二十五六岁的时代 时候就开始体会很多这种 可能比较属于私密的一些个人的西境 所以她在这个小说里面 其实冰箱这一篇 王明台导演跟好多导演一样都很贪心 其实改编了柯老师四篇文章合在一起 做一个三十分钟 那其实冰箱本身它就是 其实开始是橘子 橘子就写她的男朋友 然后她男朋友不断会认识苹果 樱桃 很多的不同的这个女朋友 然后所以冰箱中的短篇小说的方式非常深入的 而且可以说是非常算是 你几乎有种偷窥的感觉 非常私密性的写到女性的很多敏感的心思 那包括她融合了这一篇说我的朋友不见了 就是她的朋友不见了 好像可是房子里包括家具也有不见的 那所以她是比较现代的 那大家都知道廖玉慧老师的作品 而且廖玉慧老师是非常幽默的这个方式 写她的母亲写了很多年 那其实我觉得从王一台导演的这个例子 我想讲一下就是这一次改编的最主要是 我觉得像我个人就是非常非常羡慕作家 然后非常非常高兴有这一次的机会 就是完全忽然脱离自己的轨道 这样子去看 虽然平常常常看小说 但是你从同样的创作的角度 去看他们的写作的时候 就觉得分享到那种纯净 我说纯净就是因为我们的心思 常常是不干净的 或者是卑微的 因为我们要顾收视率 要顾票房 要顾老板的明天 要顾很多事情 所以我们算是很卑微的心思 常常而且我说不干净的 常常是要想很多这个外在的事情 可是同样在创作的路上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就觉得我们真的 可能因为尤其我个人因为从开始筹划这个案子 大概每一个作家的小说都把它再看一次 不但是学习到很多而且觉得那样可以安静的深入的描绘他们想描绘的世界 他们心中可能没有票房没有明星没有其他的顾虑 他真的就是想写 而且我觉得时代的画面真的就在他们的文字里保存了 从杨葵先生的宋抱夫 每一个人在每一个时代里 然后天文的这个 这个 四季末的华丽 写那样就是几乎你感觉好像是很浅显的 一种好像是很世俗的一个女性的 包括这个时装杂志第一本镜来那样的 但是事实上对时代的敏感包括到刘大人先生 刘大人先生其实他有两部一个晚风 晚风袭袭的戏语飞飞 那这个那结果导演把他改成晚风戏语 同样的是有点贪心 因为他一部是写爸爸一部是写妈妈 那我第一次看到刘大人先生写的爸爸妈妈的时候 其实我也是非常的震惊 就是他从这样等于是 应该是38年以后外省第一代的小孩 第二代的小孩的角度来看他的爸爸妈妈 看那个流离 看那个男女感情跟自己自尊 跟人生所有的处境 就是大概这个一路一路下来 当然更不要说夏曼兰波安先生 夏曼兰波安先生 她是蓝鱼的作家 然后我有一次就是这个活动 听到她演讲的时候 因为是很生动的 虽然在这样的场合 我还是忍不住想分享一下 就是夏曼兰波安先生说 我20岁从蓝鱼到台湾来工作 我每天早上听到的就是 他说这件事情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然后他在写海洋 然后他觉得他不能够了解 为什么他能同样生活在这个海岛 就这么的不亲近海洋 那么他整个不管是帮海洋写的神话 那些鱼 他跟鱼都有名字 小男孩跟鱼的互动等等 就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可以说这次导演们真的 我真的看到每一个导演都是战战兢兢 战战兢兢全力以赴的 就像我刚刚举这个例子 就是王明台开门 他们两个不同作家的时候 他是非常用心的要拍出 希望传达自己看到的文字的描述 然后像廖世函导演 其中是大概我觉得难度最高的 因为我们是请导演们先选自己想拍什么的 然后廖世函导演的太太 远远坐在旁边说 若宜君 若宜君 哼 大家就拍了她 因为这样神神星座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拍的 所以拍完以后我也很惊艳说 哇 年轻的廖世函导演 真的是真的是这么放得开的 我觉得真的就是那个战战兢兢的心态 所以这次越来越时光 我觉得真的是到最后 真的有导演很像作家很致敬的感觉 是真的从心底有这样的感受 然后真的到现在我始终觉得 是不能取代的 是不能取代那个阅读的 就是真的要去看作家的作品 是不能取代的 但是也许我们可以有一个 只是奉献一点机会 看大家是不是有多一个人机会 或不一样的角度去亲近他们的作品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作家的这些作品真的都很珍贵 大概一小时 谢谢小肥导演 我看了其中的那个柯玉芬老师 他自己针对他的冰箱被改变 他的感言也非常的深刻 他说作家总是毁其少座 因为冰箱是他很早期的一个作品 可是因为透过导演的用心 以及所有工作人员 整体的幕后的努力 最后把他融合四天的作品都合成一个 他觉得是相对要成熟很多 就他早期创作的时候 这也许是谦虚之词 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 就是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互补 这种互补也是因为透过 像小弟导演如此的用心 以至于他可以有这些呈现 小弟导演就会告诉我们说 就是在座的这个读者朋友们 他们有什么机会 可以在欣赏到这些作品 哇很糟糕 可以因为现在阅读时光这个 还有二继续 对 阅读时光还有二 所以大家可以上阅读时光的网站去看一下 应该会可以知道的 像台式还有三立 甚至也到了新加坡的这些电台也都有做了很大的这个推广的努力 那等一下我们也就可以来请教就是这是一个完整的系列 但是他拍摄的难度是什么 因为这比较多一点是 我虽然不认为文权应该区分为文权或者是大众小说 但是他确实这些就是文权性的 这一块以及原著改编的这一块 我们等一下我们先让就是陈国伟老师发言 他想要先让我们谈一谈的主题是说 台湾的文学改编的这个辉煌的历史 以及他对于国外尤其是日本的这个小说或文学改编的他的观察 那他的第一次发言会 其中在可能是前面的这个部分 请 主持人然后金燕敏老师还有王晓玲老师 还有在座各位大家要讨论 每次接到文讯或者是 主持人的邀请 我通常都会进入一个教育率 那个教育就是怕准备的不够 所以我其实今天是准备太多了 那结果就没想到 刚好可以跟大家分享比较多的一些部分 那我自己因为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说 我来自一个名字很难记得的单位 我们那个所中心大学是叫台湾文学与跨国文化研究所 那所以其实我们对于台湾的作品跟世界的之间的关系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视 那也因此其实我在准备这个讲座的时候 其实有发现到 我稍微回顾了一下就是 其实我们可能会一直有一个既定认知说 日本的文学改编影像的这个 这种例子非常的多 因为他们的文学跟影像之间的关系非常的紧密 可是其实回顾台湾的历史 台湾其实长期以来 也曾经有过文学跟影像 非常紧密的时期 非常早期的 560年代 670年代的时候 琼瑶古龙的小说我想就不必说了 就是那些作品其实都是大量的被改编成影像作品的 那其实这可能我们可以有看到几个指标 因为就是刚刚我们讲到这个 琼瑶古龙这样类型的作品 然后后来八亿年代的时候 其实台湾新电影的崛起的过程里 其实有很多的作家 其实他们的作品是被拿来改编成电影的 比如说像文学作家 有点像黄树敏老师的作品 或者是王山和弦的作品 或者是说像很多女性作家 像肖灭红啊 李啊 肖萨啊 朱天文啊 就是其实在那个时候 当他们在学到一种新的影像的表述模式的时候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像成功后导演 像佛孝琴导演 他们其实都大量的借进文学作品 来作为一个改编的对象 那可是我们其实好像会 强烈的意识到说 文学跟你讲越来越远 我觉得其实是 大概就是从这个九十年代以后 就是说好像在 不管在电视剧上 或者是在电影上面 其实这两者之间好像看起来 距离越来越卡 所以才会后来 当那个一九九九年 那个《人间四月》出现的时候 突然有一种类型叫文学剧 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 同时在这个上演的《穹妖物》 你才会说它是文学剧 因为它基本上被视为 是比较大众的类型 那但是像徐志某的故事这样的一个类型 其实我们就会说它是文学剧 当这样的名称出现的时候 的确就表示了 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开始 的确这个文学跟 影像之间的这个关系 开始重新的被检视 那所以包括后来 像刚刚 王小林导演介绍的 这个《阅读时光》 或者像职序场里面 其实也是有改编文学作品 然后 这里面当然 也包括公式或者是 一些很重要的 我们讲的楼站台 或者是客家电视台 其实都办了蛮重要的角色 就是 提供了很多的这样的频道 或者是相关的机会 那当然 这个政府的这个 整个的 在相关的计划的推动 当然也是这样重要的原因 那在电影方面 其实 刚好就跟电视剧里面的 这个方向 有非常明显的不一样 因为电视剧这样子 我们刚刚看到的例子 其实是 以一个比较主要文学剧的 概念出现 可是电影里面 当海小七号的 风潮行使之后 我们能回想得到 跟文学最有关的电影 常常就是九八糟 对不对 就是九八糟 或者是 彈琴树啊 菜籽的 就是说 这些网路想说 这个所谓在网路文学里面 崛起了这一代 被视为是比较明清的 比较这个 好像大众的 所以当然我自己并没有在这个业界里面待 但我总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说 整个电视圈的制作痕迹里面 它可能考量的是 以我们的爸爸妈妈那个年纪为主要的 幻想的对象 可是在这个电影里面呢 其实有比较多 可以去提供 这种年轻人的一个机会 所以其实在这方面的改编 显然就会比较多 不过总的来讲 总的来讲 我觉得在近十几年来呢 在文学改编成影像的这个 这样的一个面向上 其实在类型上面 其实是比较单一的 就是说其实我们看到 比较红的电影 或者是比较为了所熟知的 很多其实的确都是 爱情就是罗曼史这样的一个类型 那像今天这个 我们前来的这个金银明先生 他所写的这个推理或犯罪 相对来讲 相对来讲就是比较少 那当然就是说 整个来讲其实 其他类型成功的例子也比较少 但当然在今年 从去年到今年 开始有比较不一样的这个 这个发展 包括像剧场的出现 包括像现在这个 童银少女的出现 就是说让我们看到有 比较多的类型 开始再重新的出现 不过因为我自己做的是 推理这个类型 那相较于日本 你几乎是这个 娱乐小说改编电影的王 这个王者 这个在台湾来讲 当然相对来讲 就真的是比较少 那这是我觉得 比较可惜的地方 那如果讲到说 日本文学跟 已知之间的关系 那其实我们刚刚也讲到 真的是 关系非常的紧密 而且 它的类型其实非常多元 其实我大概 越来越越的查了一下 资料其实大概在二战之后 二战之后 其实这种 直接拿文学作品来 变成电影的这个 就是故事的来源 这样的现象 其实就越来越多 那当然甚至到后来 包括像 宋文青章的小说 一出版 两年内版 就电影就出来了 所以就 你会发现说 在那个时候其实 其实在日本的 电视界也好 或电影界也好 其实 非常需要这样的一个 这些作品 甚至 你能想到的 那些日本大文豪的作品 几乎都有影像化过 几乎应该是 没有什么人的作品 没有影像化过 那些经典的小说 那 而且类型很多元 不是只有一些类型 那 那 比如说 川南康城 或者是三岛的西湖 这些 泰宅 对 对 那 而且为了 一代又一代去吸引新的观众 对 不断的重 而且会找更年轻的演员 或者是偶像去 对 希望马上日本HK的 这个大和剧 也会找 偶像去的演员来 但刚 是一样的到 那其实 呃 我们刚刚讲说 台湾曾经有一度 就是文学剧 其实 呃 有很多文学改变 像那个时代 其实也担心了很多迷信 那 日本当然就更不用说 就是日本的思思 而且他们真的是不太担心 就是比如说 简直是偶像过去把 那个 文学 文学经典的演坏 反正总之就是 先逝了这么说 所以 各位其实我讲到很多例子 包括比如说 像那个 盛天斗生去演 太宰赛的人间诗可 或者是 那个 目前都在演过 《山西庄子》的话 演一次 就是 很多很多很多 包括最新最新的 今年吧 说话才在此 还演了 《山西庄子》的 女人的勋章 就是 我觉得其实日本现在也 面临着台湾很像的状况 就是其实阅读的人口 越来越下降 我每次到日本去看 以前 都有个都市传说 就是说 在日本电视上 大家都会看书 这其实现在也是假的 没有人会看书了 大部分就是看手机 真正会看书的 通常就是 有一定的年纪 而且大概1912年 就只有一个这样子 就是我真的很认真 真的关心难过 那 因为娱乐的媒介太多了 所以其实 怎么样的让文学 可以在新的一个世代里面 继续被推广下去 我觉得其实 这些作品 这些出版人 这些作家 当然也是非常乐于 彼此不断的被影像化 反正其实这个影像化的版本不好 过两年还是会有另外一个新的版本出来 所以我觉得那个其实是一个 一种日本人建立国民记忆的方法 就是文学本台 其实就已经可以称赞了国民的记忆 那有时候其实他会透过这些影像化 那如果这个演出的人其实非常的经典 比如说三口百会去演古都 那三口百会非常非常的演得非常好 那就会变成某一个世代的重要的记忆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 这个是 我觉得其实是在看台湾跟日本的这个 那个发展过程里其实比较有趣的一个差异 可是在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的这个文学改编的与时俱进 不是只有说我找了一个年轻偶像来演就好 有时候其实他会甚至会针对 现代的偶像去做一些新的尝试 比如说 今年有一个最新版本的古都 康城的古都呢 是请松学泰子来演续出讲 可是他其实演的是两姐妹长大了 就是那个双胞胎姐妹长大了以后 已经是妈妈了 然后他们都跟自由女儿聊 然后其实是两个世代之间的故事 那是川阳康城没有写的部分 可是其实这个对回头来 吸引年纪的读者去看川阳康城 老实说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或者是说 他其实可以结合新的意义 比如说像我曾经看过一个很有名的例子 是2010年松茉庆章的 《球行的荒叶》 他是铁村政河出演的 那《球行的荒叶》 其实他是跟二四世界大战 日本结束战争 然后铁村政河扮演的一个外交官有关 然后他被视为是叛国 那当然他后面可以隐藏一个真相 到了他是不是叛国 那总之就是《球行的荒叶》这个故事 它本来是设定在1961年 这个小说是从1961年开始连载 所以他其实在小说的故事里是设定成1961年 可是这个2010年的电视剧呢 就把它改成1964年 那大家知道1964年 日本有个非常重要的事 是什么事呢 是东京奥运 是东京奥运 所以他在这个电视剧里 大量的剪接近了东京奥运当时的 包括举办的时候入场的这个画面 纪录片的历史话语等等 然后可是其实他里面最主要要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 那二战结束这么多年 日本真的有编辑一个好的国家吗 就是说大家其实在那个时候 在二战的时候 其实日本有很多的这个 留下的战争问题等等 那虽然故事里是1964年 可是在2010年的时候 日本刚好在努力的要申请 2020年的东京奥运 所以我觉得其实 他就变成是一个可以带给读者 重新去思考 现在的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 所以我觉得其实 从台湾的跟日本的这样的一个 文学跟影像的关系来看 其实我会觉得就是说 他们其实在整个的 可能是思考策略上不同 我们在这十年来 其实我们遭遇到 因为我自己在大学教授 我知道 其实同学越来越不爱看书了 越来越不爱看文学了 我们常常都必须要透过 方便你来吸引同学看 那个小说 所以其实 那个阅读时光计划 对我们来讲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计划 因为 可以透过那些以上来 重新吸引同学去阅读这样 那可是 那其实在日本其实 我想他们也是有类似的状况 那只是说 可能他们这一个 回学跟你想改编的这一个 关系比较密切 已经形成了一个惯性 所以他 可以在改编的同时 去做更多新的考虑 或者是这个安排 果然那个国伟老师 他准备的非常丰富 他不仅把我们 首先先检阅的爬树一下 我们自己台湾曾经有过这一段 我们也都是围着电视剧 长大的那个时代 那同时也就他 当然目前为止 他对于日本影视改编的 甚至有一些变化 那我在阅读小弟导演的 最近以前来 他的努力的逐步的 这些报道的时候 也一直反复的看到 改编这件事情 有劫略跟移生 这样子的一个手法 可是日本他到了现阶段 已经那个移生已经引申到 可能是为了 争取新的世代的愿心 而做了更多更大的这个变化 那就金岩宁先生来说呢 他又是怎么 他自己人本身就是在日本的现场 尤其是他自己的作品 ST科学收查班 是一个站队的概念 就是金岩宁老师的作品 他最大的特色是 他几乎都是系列的作品 然后系列作品大部分都是群体的作战 这个也是日本警察小说的风潮 后来会掀起了这么大的 就是持续的不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以往的真看 在玉利小说的历史里面 以往的真看是神看型的 然后有很多太多的一些理所当然的 可能是甚至我们在看起来都是属于 具体型的不是那么切实际的 那警察小说呢 他回到真正的警察办案的时候的枯燥 琐碎以及非常非常的 就是真的是要走破几双鞋的这样的情况 但是他如何现代化如何吸引更新的世代 是不是金岩宁老师在创作的时候 他就已经考虑到将来要演示化的可能性 而在创作本身 他会有一些事先的设定 关于这一点 我们想请金岩宁老师也跟我们谈一看 这个可能也会对台湾目前正在 有之与写作的这些朋友们 也许也有一些可以参考的 也许回答不是这样的 因为金岩宁先生总有出人意表的 从昨天的工作方就可以知道 他有他非常独到的绝技 我们来听听看 大家想要想不想的说 我就讲讲意表内的事情 我呢 其實呢 以前你來創作人 一次都沒有過 其實呢 我呢 是不太被這些 要把他影像化的電視局啊 或者是電影人啊 所以喜歡的 因為呢 我的小說裡頭的人物都是男生 那其實呢 想拍電影 或拍連續劇 電視劇的人呢 其實都想讓名演員在裡頭擔當 所以呢 我就被討厭 小説の中的男的登場人物が ドラマで女性に変わってたりします 所以呢 我的小說裡頭的男性 人物呢 後來在那個 演習劇流就變女孩子了 SD的青山君 其實上SD裡頭的清田祥就是 那 其實我剛剛也講過 其實 文字跟影像呢 它是不一樣的這個媒介啊 感到是怎麼樣呢 有時候我在寫的時候 我就要寫一個 讓你們沒有辦法影像化的作品 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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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日も エチュードという 最新作のドラマがあったんですけど これは 文字で 四部から成立するトリックが 中に入りまして それを どうやって 映像化するんだろう ずーっと これは 挑戦でした で そしたら 向こうも 挑戦で返してきて これいい 緊張感 なので 非常に あの こういう映像化というのは 面白いです 那 其實呢 前一陣子 我的第一個作品 Andrew 這一個作品呢 就是 被開成的一次劇 那裡頭 我的設計呢 有一些裡頭的這個 圈套 就是說 它裡頭的這個 設計的軌跡 它其實是沒有辦法 被 就是 只有文字 它才能讀得出來 那 我在想說 那 影像化成畫片怎麼樣 結果影像它也 最 對我的文字裡頭設計的軌跡 作出挑战 我在想 這當中維持了一個 非常好的緊張關係 也就是說 金銘老師是 灌場於像影視畫下占田的 提高難度使得 可是 它改編 雖然說 它被討厭 但是 因為作品的精彩化 還是 經常被改編的 我們昨天在工作坊的時候 也稍微聊到了一下 關於這個隱蔽收查的 選角的問題 是不是 它們意 但是 它告訴我說 能說真心話嗎 我對那兩位主角完全沒意見 都是我喜歡的 但是呢 我也稍微皺了一下眉頭 我不知道 金銘老師他今天 願不願意跟我們談談關於這個問題 就是 作為一個創作者 這個已經後面了 如果他前面完全沒有考慮理事畫 那他會介入選角嗎 然後他會介入劇本的創作嗎 這個跟我之前有一次的經驗 就是我去東北仙台採訪一本姓太郎的時候 他告訴我他要退出文壇 退出文壇的主要原因是 他的作品被改編的亂七八糟 他覺得 所謂的亂七八糟 這根本不是我的作品 但是他又覺得不能得罪出版社 也不能得罪這些好心 要來跟他就是購買版權的 這些熱心的影劇業的朋友 所以呢 他極度是苦惱 他覺得最好的方法就是替法出家 不是 開玩笑 他最好是退禮江湖 有這麼大的苦惱 我不知道金顏米先生 是不是也曾經這樣的年段很多更需 我們來聽聽看 基本的に悩まないんです ドラマを 自分の作品が ドラマ化されたドラマを見る時 単純にその 一視聴者として ファンとしていますので あまり文句はないんです 那其實呢 基本上我 基本上是不會有任何苦惱 我在看他被 好像化開成連續劇的時候 其實我就是很單純的 單純一個觀眾來看 然後來享受這個劇 然後日本の事情なんですけど 例えば テレビドラマ化される時は その テレビ局の プロデューサー あるいはその 制作プロダクションの プロデューサーと その 役者さんの その プロダクション これとも 事前の話題ができちゃって キャスティングを あらかじめ決まっていることが 多いので もう文句言っても しょうがないので 大人の反対も します それとも 事前の 製作人 事前 事前 製作公司 他們 對選角 已經決定好 決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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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前 事前 製作人 自作公司 事前 製作人 製作公司 他們 對選角 都已經決定好 其實 非常不同的看待方式 接下來如果各位創作者 從事這方面工作的朋友 也可以想一想 這兩種不同的角度 最後會產生什麼樣子的結果 接下來要請教的是小弟導演 剛剛說的是 就是文學的原著的改編 跟作者的溝通 以及作者跟導演 還有就是在寫作劇本的時候 會有什麼樣子的微妙的落差 或者是反而因此而激發出不同的果花嗎 就這個工作剛剛聽起來是 因為有文化部的協助 而他顯得比較單純 不像其他的 具有一些商業上面的考量的壓力 那可是不管如何 就是我們都很希望 這個成果會越多人來觀賞會越好 所以導演在考慮這個過程的時候 還會有什麼樣子的一些思考的方向 可以給現場的朋友一些參考 我想只是小小比如說 現在直劇場後面的這個原著改編 其中的一個就是有一個非常年輕的作者 楊富敏 楊富敏他的這個花甲男孩 後來改編 劇名字花甲男孩轉大的 對就是區有領導演 他考慮了很久 那大家可能也聽說 他有請盧廣仲來演這個花甲男孩 所以可能就是 陳教授剛剛講的 現在我們好像比較少的嘗試 就是如何讓年輕人接近這個 其實楊富敏是非常非常年輕 他好像才二十六七歲 他也是非常年輕的作家 然後我個人是 已經變成他的粉絲了 就是我覺得他給我的感覺 就是黃春瑩之後 第二輪這樣活潑的角度 又深入敏感的寫 台灣很多鄉下生活 他是台南大內人 那在這個裡面呢 我看到區道一本作品 我已經看到就是說 大家會常常看到的 這些很多明南語的演員 包括蔡振南 龍少華等等 都有非常非常 就是我第一次這麼欣賞他們 我覺得就是因為楊富敏的小說 寫得好 那個人物的分別是很紮實的 那我其實有一點想 比較想就是對 跟DM先生相關的一個話題 或者想請教教授 就是說我覺得 是不是台灣還是 就是在文學作品 通俗的文學作品裡面 還是有受到這個 萬般接下來的這個影響 我感覺讀書人 尤其是文學的人 他要描寫的境界 或者是他關注的目光 很少是在一般的行業 就是一般的 不管是公務人員啊 警察啊 也許一個 稅務人員啊等等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日本的很多這個通俗的小說 對於不同的行列 像金燕銘先生 我看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其實對他很好奇 就是因為警察小說 坦白說我之前是比較看 恆山秀夫先生的作品 那我看到金燕銘先生的作品的時候 我也是很佩服 就是不管對警察的制度 因為他們會不斷 他跟恆山秀夫一樣 不斷告訴你什麼戲長 什麼警政 就是各種植物 還有什麼SIP SKT的分別啊等等啊 就是等等 包括他們的特考啊 什麼就是他們不厭其煩 會一直告訴你這裡面 很多細節 一個階層的心態等等 那我覺得這些其實都是很棒的 就是其實我覺得 通俗大眾文學的溝通 應該要有這麼多的基本功 但是我感覺 今天台灣 我有看到 受到很多的限制 就比如說 你現在看韓國電影 他會拍北韓 請問我們台灣 有人在寫中共嗎 不敢 不會 有人在寫兩黨嗎 不敢 不會 有很多人在寫警察嗎 其實警察我覺得 我覺得我拍波利斯大人的時候 其實學了很多很多東西 包括也是我們也有特考班啊 警察學校跟警官學校的分別啊 工作的心態啊 但是 但是其實如果沒有帥哥來年 沒有一些奇情的故事的話 我覺得大家基本上 對於我們身邊的平凡人 可能好奇心 或者是真的會下功夫的人 好像有多 就是一定要欺美的戀愛啊 或者是各種傳奇性比較高的 其實我覺得有一些 對身邊的人跟事的這個 基本功跟膽識跟膽量 我其實覺得應該是對台灣 要有這樣的期許 因為我們的長輩吃了很多苦 留給我們這些自由創作的空間 可是我卻覺得現在 我常常覺得是封閉跟卻落的 非常感謝小畢導演 可以知道他在像台灣文學致敬的 這個閱讀時光裡面 很顯然的是一個愉快的工作今天 因此話題就會帶到 就是與眾心長的呼籲 這個呼籲就是 日本的即使是類型小說的創作 裡頭都有 小畢導演一向關心的這些 小人物平凡的人 他們如何在他們的生活裡面 不斷地成長 然後不斷地遭遇各種的困難 然後最後找到自己的一個人生的方向 那關於這一點 就是確實是 就是裡面的那個難度到底是什麼 我們等一下也許可以請經典禮先生 來跟我們分享 就是剛剛小畢導演說的 警部 警部補 警示廳 警察廳 警示證 等等 好厲害 小畢導演SIT跟SAT SIT是靠那個談判 SAT就靠空間 這個有是因為我讀警察小說 才理解的 那我們先請這個小畢導演 我要請教羅偉老師 就是 你的觀察是什麼 我其實很懂 剛剛小畢老師講的這個問題 當然我想其實 這裡面當然有一些比較 我覺得也有一些比較複雜的 台灣自己文學發展過程裡的一些狀況 比如說像我自己做推理小說 我就發現80年代的時候 其實台灣有一批作家 非常的喜歡中文獻章 包括康國式的Vivor先生 不過那個時候其實我會發現說 也許是台灣的氣氛 也論空間等等 大家其實很難做到這麼緊張 那樣可以直接批判 日本政府 批判美國 這個GHQ 等等的 然後其實到最後就會變得 真的是很社會顯實 那真的很社會顯實 其實就是 又回到那個男女情愛 然後仇殺之類的 這樣的故事 那另外一個是 我覺得 當然這是我自己的一個推測 也許待會 金月明老師會 有更正確的 就是更精確的說明 就是 我覺得那個日本 我一直都覺得 日本人的那個職人精神 其實是生在各個不同的 面向裡的 那所謂的那個職人精神 也就是說 不僅僅是 你在這個工作的專業性上 而是你會對那個專業性 在一般人 對一般人來講 你也會尊重那個專業性 就是你會預設說 這個專業其實它背後 有一套學問 有一套功夫 我覺得其實小說 當它要去 以這樣的一個職業 或以這樣的一個身份 為題材 或是戲劇的 以這樣的東西為它的 內容的時候 那個裡面的複雜度 跟豐富度其實很容易 就有所差別 就是太多會出現了 譬如說像我覺得 像在那個比手場裡面 因為在 其他小說裡面其實也有很多 很多不同的系統 然後有時候看完小說都要 把那個 官職的那個對照表 貼在牆上 對照這樣子 才知道誰的官比較大 可是有時候那個主角 會跟你說 現在他看起來官職比你大 可是其實你的權力比較大 那個就是很複雜 可是我覺得像 監禹先生在那個 一臂周查的系列 的這個第一份裡面 我那時候就非常的震驚就是 大概前五十頁 我們就已經知道這個主角 是什麼樣的人了 就是 他的腦子裡面 到他的行為模式 然後 讀者也會開始陷入一個 我到底要不要討厭他的困境 因為其實這個主角 老實說是蠻好人厭的 因為他蠻好人厭的 因為他蠻好人的精英主義 他就覺得說 只有東大畢業才可以 因為 可是他又很寫實 因為在日本的官場 還是這樣 所以我常常跟學員開玩笑的說 這個我們 這個念台大的 最後出路就是去當 新的院長或總統 就是其實就是 你永遠這個學歷跟精英主義 跟現實 其實他有 他的某種關係在裡面 那 我覺得在那樣的故事裡面 其實一開始 我們就 完全的看到他 作為一個個人 然後他怎麼樣的面對 這個組織跟組織中間的 各種風型 他被夾在這個中間 然後 還有 在現實中的各種 無形的視覺 就是那種觀念 那種集體意識 然後 他會很老實的跟他女兒說 對啊 你如果嫁給那個男生 對我的工作是好付 沒錯吧 就是會直接說出這種話 可是我會覺得說 這一切的一切 包括這個人 這個角色本身就非常的立體 而這個立體其實 除了有高超的 人物描寫的技巧之外 其實那個角色 他的職業 他的身分 他整個背後的 歷史重生 還有他的這個社會整體裡面 他的位子 跟這個組織裡面 他的位子 我覺得其實是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這種 專業性的書寫的時候 帶來的一個很重要的結果 那我當然不是很了解說 或者是我其實不太能夠 確知說 為什麼這一類的小說 其實在台灣相對是被 大家比較 比較沒有被嘗試創作的 所以當然我想如果要 改變成影像 其實他也相對比較困難 可是 呃 容我再補充一點就是 其實我們大概 90年代看日本的那個 去之區就是日區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發現這一點了 你會發現這區有很多 各式各樣的職業 對 他會有一點點師傅 他會有婚姻建造所的人 然後他會有 美髮設計師 對 美髮設計師 建築師 建築師 醫生 當然有很多的醫生 然後 很多的計程師 很多的計程師醫生 對 然後很多的老師 這樣子 可是 你還是可以看到一些 飛行員 之類的 我覺得 我覺得那個其實是 日本自己本身 養成的一個好奇 可是 我要講的是 有趣的是其實我們在台灣 我們會來看那些日區 其實我們是很愛看那些日區 跟 這一類的小說的 那可是在 我們自己的創作裡 的確相對來講 比較 比較少這樣子 我自己的觀察 他就這樣 好像有 少數啦 麻醉 風暴 或者是 見識英雄 有少數的這些 逐漸的 逐漸的 浮身的遊戲 有逐漸的浮現 但這些都是 懸疑推理的 這個類型 那剛剛 國略老師也已經 稍微點出來 這個 一方面是大環境的問題 一方面還有就是 整個 社會文化 甚至是 靈魯性的 一個問題了 那所以 也可以來聽聽見 李先生 他怎麼看待這件事情 以及他怎麼給予 台灣的 相關的 創作者 一些建議 今 陳先生 非常有趣 的 提醒 制限 等 話 同時 職人仇 という話 非常有趣 的 質疑 今 那其實 剛剛 陳老師講的 是非常有趣的 特別你一方面 談到體制 還有這個 制約 限制的問題 然後一方面 又提出了像 職人氣質 這樣的部分 我自己 一邊聽一邊覺得 真的是非常有趣 なぜかというと 私が作品を描くときに どんな立場であれ一つ 大切にしているのは 快感原則 読者が何を読んで快感を感じるか じゃあ どんなふうに快感を感じるのか 考えるときに それは一つは 誇りというものだと思うんです どんな立場であれ 自分の立場に誇りを持っている人 それに触れたとき 読者の人は感動するのではないか というふうに いつも考えた でも 私が作品は 最主要の人 思考的 人物的立場 特別に 這個人物的立場 この人物の立場 なぜ 読者 他読得 他読得 快感 また 読者 他何時 感到快感 他読者 他 在一個 他の岗位 他自己的岗位 他自己的立場 他覺得 非常光榮 非常有光榮感 這個時候我覺得大部分的讀者讀了 就覺得非常的爽快 那無論是像東大人的青嬰 或者是說像王導演常常在影像當中描寫的小市民 他對於他自己的工作 對於他自己的立場 對於他自己的家人 要是他有光榮感 覺得很驕傲 他其實讀者讀了也會有相同的感覺 這個我稍微補充一下 因為昨天工作坊裡頭 欣宇先生他好保留藏師的 甚至沒有在日本發表過他的一些創作的理論跟想法 他也藉由這次的整理 就是學員的提問 他提供的出來 所以有一個觀念就是說 如果我站在 就是一個事件發生的時候 他想要呈現的不是那個事件本身 而是在發生這個事件的這個人 他處在什麼位置上面 那他從事了什麼樣的職業 然後對他未來會產生多大的影響 對他的人生會引起多大的改變 他其實完全就是就這個人的內在 因為有外在的變化 使得這個人也因此而可能是天翻地覆的 必須去因應這個改變的時候 那所有他 剛剛說的這個以自己的職業為好 如果他是一個科學建設人員 或者是他是一個化學的工程師 或者是物理的 從事物理方面的工作的 法律方面的工作的人 他們是怎麼樣 因為這個事件而會要做出各式各樣的應變 那這個戲劇感他就會產生出來 所以最終還是回到人的身上 跟他的階級沒有關係 這個也可能是國威老師剛剛說的 你覺得這麼機車的隆起身典 為什麼變成不機車了 這就是那個功利所在 那接下來呢 因為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 就是以小弟導演的關心 以及剛剛他的這個 就是他的建言他的呼籲 那麼可以接下來談一談 就是小弟老師接下來 他還是會有改編的計畫 當你在考慮改編的時候 就是說 如何去選擇這些作品 是 就是 比如說以閱讀時光或者是一支劇場 包括 花甲男孩 就是 那未來 想要著墨在類型小說上面 因為小弟老師說 類型小說是最困難的 因為他不只要有想像力 同時要有邏輯性 那這個在拍攝上面 也是難度更高的 所以那個選擇的標準會是 或者是思路好了 會是什麼 也許 因為 剛剛說的 藉由這場 活動的 互相的理解 也許 可能 共同來推動 一些 關於文學的閱讀 以及 相關的活動 好 吸引小弟老師 導演 我想 最主要就是 像 比如說我看到 金英明先生的寫作的時候 比較會吸引我的就是 大概是這些工作上的細節 因為我覺得 工作上的細節 其實是非常能夠描述 或者是直接傳達 這個不管是角色的處境 這個 戲劇性的節奏 還有整個社會架構 有時候都在這些工作上的細節裡面 那當然 比如說 當時我們會改編 侯文勇先生的代表小律師 也是因為 侯文勇先生在這個裡面 有非常多 從持習醫師 可能到住院醫師的很多 工作上的細節 那當然 他在寫 醫師本身這個工作以外 他也有很多 我想這個名字 就能看得出來 就是一個無力感 在這個大的醫療環境裡面 或者是不管是醫病 或者是甚至面對生死 面對這個制度等等 那我想基本上我們對這些都會 都會很有興趣這樣子 那就是我覺得 如果在小說裡面有這樣的工作的細節 而且我比較希望是 比如說像 我覺得如果講到類型的話 會有一個像現在直居場 嘗試的懸疑推理啊 或者是靈異詭騙啊 大家好像會有一些 不管是距離 或者總是有一個緊張的感覺 我覺得但是這種嘗試 是必要的 是好的 就是說 因為比如說 都懸疑推理 這個人際關係的緊張 這個你心裡的陰暗 或者是光雲的這些浮塵 我覺得都是在不同的類型裡面 最重要的一些元素 可是像我剛剛講的 可是我感覺到 我們真的需要嘗試 因為主要大概也是從 比如說像破利斯大文的嘗試 對我來說就是 我自己覺得丟了一個很大的球出去 但這個是對方完全是沒有聲音的 比如說 我其實到最後的時候 是丟一個球出去說 請問在我們這種警察制度底下 如何有公權力 因為現在警政署的人力權 可能在警政署 可是所有的資源都是在議會 議會可以決定有什麼錢 議會可以決定可不可以 議會可以決定 所以像那個什麼 紅三軍的時候 就會有到這個黨的城市 是可以去遊行的 到那個黨的城市 主政的城市是不可以遊行的 這也就是議會主導的這個 所以為什麼一個議員他的 他的單子警察一定會去幫他消掉 為什麼大家會看到這些 就是為什麼你會看到這麼多憤怒的年輕的警察 最後就不見了 比如說 某個立法委員到了某個現場來咆哮 好像有個年輕警察很勇敢 但是不久你就看不到他都會被調一個單位 就是明明這是我們大家面對的問題 但是我用帥哥美女精彩的劇情丟出去的球 我說最後最後我學了半天 所以好像日本是有一個方法 可以讓公權力可以越過 能夠他警察不必受到 因為預算審查的關係被壓制是低 是比較低階的 可是沒有人回應 警官大學沒有回應 觀眾也沒有回應 沒有人回應 沒有人關心 但是其實像這樣的事情是我們 我覺得這一類有一個終極的活動 就是當你關心到一個工作的時候 那個工作是跟你相關的 不是跟你無關的 你以為警察是別人的問題嗎 就是我們大家的問題 你以為環境不好 比如說我拍人家的這個45度系天空下的時候 我也寫了很多台灣的志工 以及碰到了環境的問題 你以為是人家的問題嗎 就是我們的問題 我覺得在通俗劇的溝通裡面 其實溝通了很多國民的心智 我們觀察到的現象 我們描寫的人物 他在他的工作跟處境裡碰到的問題 就是我們大家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大家以後 碰到這樣的劇或類型的時候 其實不妨耐心跟多做一點細緻的溝通 不要老實說 哎呀不會拍啦不好看啦 沒有好萊塢好看啦 到最後的結果 就是我們所有的創作者拍出來 都像是好萊塢的B級片 因為沒有在地性 沒有主創性 沒有自己的血肉 沒有自己的生活的心境上的苦楚 或職業上的困難 到底是什麼事情阻擾了他 其實這個進步是要我們大家一起 也許有點離題不好意思 不會 完全不會 我從小弟導演的其他的訪談裡面 也深刻的知道 他非常憂心的一件事情是 我們吸取了非常多國外的經驗 但是本土化這件事情 還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那個符號不夠本土化 譬如說發生的場景 或者使用的道具等等 或者甚至語言本身 都不是那麼本土化 所以才會說 剛剛說的是一種B級片 好萊塢的B級片的感覺 那我覺得這是 真的很期待就是 不只是創作者還有獨者 還有獨子們都能夠共同來 參與這件事情的推動 這非常非常重要 或說關於這一點 國會老師你的想法如何 可不可以給我們另外一個思考的方向 或者我們有可能做什麼 我覺得其實 我回到剛剛一開始介紹我自己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來自一個 好像做台灣文學 然後又要做一些跨國比較的細作風 可是其實我覺得 我們在看別人的過程中 其實最後是要吸取經驗 因為你不會愛思考自己的 那我一直覺得 日本跟台灣當然有非常複雜的歷史關係 可是我覺得 日本的確是一個很好的 借鏡對象 就是說其實菲律小說 我想不太需要在這邊上 菲律小說歷史的課程 然後但是 大家應該都知道 就是從美國傳到 這個西方傳到日本 然後 然後 傳到日本的時候 大概也可能是傳到中國大陸 傳到台灣 那台灣的讀者 或台灣的作者們 其實也都 很喜歡日本的作品 那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說 日本的那個災電化經驗過程中 他們其實不斷的去思考 我要怎麼樣的把我自己的文化放進去 不管那個嘗試 就是經過了多少衝撞 比如說 我們看到很多證詞 我們以為他就是 只是要去寫一個鬼怪的氣氛 可是可能沒有想到 他其實就是一個 克里斯蒂的日本在地化的成功的經驗 同樣都寫 地方的世家大族 但是日本的地方世家大族 裡面的那種因案性 跟英國鄉村的那個 那些貴族 或者是那一些上流社會 其實是不一樣的 我們不會看到 很多證詞的作品 覺得他是英國的作品 那 我自己是覺得 所以我其實是覺得說 透過去閱讀別人的東西 其實應該是有很多可以得到 經驗的一個機會 那 我自己是 我自己覺得其實像 我要特別講一下就是 我之前看的那個 天黑情編 那我就覺得他是一個 很在地性很好看的故事 然後因為 而且我覺得那個 裡面設計迷幻 或者是一直 控制那個 全新的方法 其實一直讓我 就會在一個很台灣的情境裡面 那我覺得裡面 因為裡面有一些元素 裡面有一些 人互動的方法思考 老實說他其實就是很台灣的 那 他讓我想起來 我前 好幾年前 我看過那個 也是我們平台導演 導的那個 一個電視劇 叫天秤上的馬爾基斯 我覺得那個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他其實就是在講檢察官這個工作 然後他其實是非常有在地心 而且其實是 把檢察官這個工作 然後裡面 甚至也碰到了一些官商 那不是官商就是政治權利的問題 所以 可是這一類的作品 通常來講 反而在台灣的觀眾的 這個 接受度上來講 其實比較冷漫 那我的確也覺得其實比較可惜 因為 這一些 這一些作品 其實他是 的確是可以打造像 剛剛小儀老師說的 就是 像社會問問題的 然後其實也是像 我們自己問問題的 那 你 你去 回應這個社會裡的問題 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其實文學或者是影像 其實他有他 可以去問的東西 那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其實 我們今天剛好請到那個 監獄先生 我覺得 他的作品 其實 為什麼 我們會說他是 警察小時候第一人 我覺得 我自己是覺得 那也是從西方的 冷藝派進入日本之後 然後經過日本的在地化 讓人民派的小說主角 變成警察 然後 再從警察 進入到警察最核心的問題 他背後的組織 那個其實是 日本自己內部的問題 因為在歐美 我們現在看到很多犯罪影集 他就只是單純的警察程序 就是他就是讓你看到警察怎麼辦案 他其實不太會去牽涉到 或者是反正最後那一些 官商過去的問題 可以用很英雄的辦法解決掉 可是我們看到 日本的這種 警察小說 你絕對不是這麼簡單 美好 他其實是很現實的 所以我覺得 這剛好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是 那關於這一點也請 請今天先跟我們談一下 確實警察小說在當今形成熱潮 而且是這個是幾乎很多創作者 都一投入在這個類型裡面 那就 那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就是從 昨天也稍微就這一段 跟大家溝通了一下 可以說有幾個重要的人物 一個是大則在倉的新樹角 或者是恆山秀夫的這個影子的契捷 之後 那就是金也稟先生早在 剛剛說 早在警察小說這麼風靡的之前 他就一直著墨 一直努力在這個崗位上面 那可以跟我們談一談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這個在地化的問題 在創作上面 你怎麼處理 那其實呢我本來就認為 日本它是把它在地化非常在韓的一個民族 那其實呢在歷史上呢日本呢它呢其實引進了非常多的宗教 然後再把這些宗教呢在全部融合遍它自己獨特的宗教 那例如說基督教也是佛教也是 那其實呢日本文學裡頭的小說它原來就是從飼養輸入的 輸入之後呢它在自己經過消化 那消化的部分呢它其實是非常在行這樣的一件事情 那其實要提到剛剛那個王導演有談到的這個警察的部分 我在想喔這個到底這個警察裡頭它到底不供全力呢 在世界上的國家來講 我像日本來勉強算是可以的 四千多四千四千五月 四千大田大横 我oss deutsche患者 正面裡 十工�壯 卓高貨人 國防醫環 lawsuits 學院 professional Yicoriyac 不管 那我在想呢 也日本的警察 这个制度里头 他也不是没有问题 例如说有贪污啦 有一些这个 堵职的这样的问题 那不是呢 就是说 直接去指出这个问题 然后呢去纠正他 而是我在 借着写的小说 就是说 大家要把他 这些问题给 就是说消灭 用这样的理想 来进行个教育 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例如说呢 我们走路 有的人走得很慢 慢吞吞的 就是说呢 跟他讲 欸你怎么走得那么慢啊 对方一听可能非常的火大 可是你如果跟他讲 你一边走一边看旁边的风景哦 那可能呢 他就不会有不一样的感想 这就是 从旁 从旁进击的意思嘛 就转个弯 拐个弯骂人的意思啊 OK OK 所以不要打直球 不要打变化球 从 这个 因为他们是非常 除了在地化很厉害 也是打棒球很厉害的民族 OK 这种点 というよりも ダメなところを その問題提起を どんどん ダメだダメだと指摘するよりも ある理想像を示してあげる方が 悪いものが正される という可能性も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が 台湾の方も知っているかどうかわからない 是北風和太陽的男人 旅人的行動 太陽和北風 我一直都問太陽 我在想 與其說 你一直在跟對方說 你真的很不行 與其說是這樣 你還不如稱讚他 給他提示一個理想 照這個理想去做 所以我在想 才能夠有辦法 有這個把它改正過來 這可以 老師說好不曉得 台灣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故事 也是北風和太陽 那到底呢 兩者要試著怎麼樣 脫去這個旅者的這個外套呢 我的話呢 我想當這個太陽 所以我剛剛是 完全扭曲的今年女生 這個想法 我是錯誤的示範 他是拐著彎 藉由讚美別人 達到他的目的 OK 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 我特別喜歡的隱蔽收查的 這個系列裡面的主人公 隆其聲野 在閱讀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他塑造了一個理想的官僚 儘管他的個性很不討喜 而且確實是一個頑固的 然後不講情理的 剛剛國外老師舉了一個小小的例子 看出這個人有多麼令人嫌 包括就是一開始的畫面是 等他注意到第二門的果斷 等他覺得是一開始就沒有嫌 他注意到他 他根本完全沒注意到他老婆的臉色不好 是他女兒發現 那等到他女兒發現的時候 就是他就告訴他老婆說 那你趕快去躺著 他老婆馬上就說 你為什麼剛剛不叫他去躺著 是因為他幫你做完早餐了 你覺得他可以去躺著嗎 他就說我是真的沒看見啊 我在看報紙啊 他女兒就說你為什麼要看報紙 看報紙是我的習慣 就很短的這個描述裡面 就完全展現了那個 那個隆其生也是一個怎樣子的人 我想這個部分也是 這兩天我從就是金燕銘老師身上所學到的 藉由場景 藉由一個對話去表現 這個主人公的鮮明的一個個性出來 那從這個我們一位時間的關係 就是我們最後要請 就是三位分別再跟我們聊一聊 就是台灣的目前的處境是這樣 就是確實有很多現實的考量 確實也有一些惡訓巡傳說導致的結果 可是永遠都可能是一個新的開始 那不曉得三位的這個建議是什麼 也可以談談就是 也或許是從金燕銘先生的作品裡面 有沒有有一些觸發點 可以使大家能夠往前看的 將來是否學會 嗯 藍燕幹 藍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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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我自己也是一樣 要往前看的話 其實我自己也不清楚 以後到底會怎麼樣 那如果說像現在出版 這些不景色的狀況之下 該怎麼辦呢 我在想自己現在目前 就是腳踏實地 看著你目前的腳下 一步一步的 先ほど言っている 自分にとっての快感は何なのか 何が基本違いのか それは多分 皆さんの中にある誇り ということだと思うんです 何を誇りに思うか それを見つめることによって 自分の立場がはっきりしてきます 先ほどと矛盾するかもしれない 自分の立場がはっきりしたら 今度は運と同行にすること その二つだと思う それを思う それを見てみたら 我在台湾第一次在台湾 有些人的親近感、親近感、感謝。 震災の時に一番助けてくれた台湾の皆さんだということをよく知っています。 来てみてもっと親近感が湧きました。 非常に親近な国だということがよくわかる。 皆さんの表情もわかる。 ですから私たちは日本を代表するわけではないのですが、 私は台湾の文学に関わる人にできるだけのことをしてあげたいというふうに心から思っています。 ですから先ほど言った二つのポイント、これをぜひ覚えておいて、 そのためには私は運と延長したい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います。 では常に私たちがあるために多い人を伝えます。 もっと日本の皆さんが優先に対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 そして本当に感謝ですから、 日本三義大利鎮のみ、日本の皆さんが非常に感謝。 そして私は今年のみを知っていてとても感謝。 私はこの日本にとてもすべて、 也都非常的明朗 當然我不是一本的代表 不過也就是說 我可以盡我的力量 希望能夠協助 以後要從事臺灣文學創作的人 我剛剛指出的那兩點 之前講的那兩點 希望你們可以牢記在心中 之後要是我能有什麼 為臺灣的文學創作 能夠做的 我一定會盡前面來協助 我們可不可以給一個掌聲 謝謝 這兩天 這次的公開演講 雖然不能去交 但是昨天的工作坊裡面 關於創作的非常具體的 細節的一些 他自己的經驗所濃縮出來的 確實是有幫助的 其實我不是創作的 而這會的整體成文稿 會有一個發表 那到時候也歡迎大家關注 那小弟導演是不是也跟我們 最後說幾句話 我其實覺得在我自己的學習裡面 我覺得 因為非常喜歡看小說 我覺得在文學裡面就有最重要的民主精神 我覺得民主不是只有投票 不是只有黨 民主就是 起碼對個人 對身為一個人的所有的處境的關注 這是一個起點 所以我覺得對文學的期待 對大眾文化的期待 我覺得就是在大家互動的溝通裡面 其實這個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吸引力 也是我覺得可能我以後 大家再看 不管是你會封閉韓國明星 日本明星 哪裡明星 所有 其實如果你心裡 還是除了那個偶像 除了那個人以外 還有人這件事情 常常放在心裡的話 我覺得我們可以會有 應該有很愉快豐富的活動 謝謝 謝謝小弟導演 在非常多年前 應該有超過二十多年前 我在公視看到百公圖 就可以深切的理解 剛剛小弟老師有很多的關鍵字 那個關鍵字來自於 就是一種國民心智的溝通 或者是透過文學的閱讀 把台灣真正可以對這個社會所做的事情 以及關於很多的平凡人物 他們所碰到的苦惱的一些關切關懷 或者是對於很多的社會議題 我們生命的課題的叩問 都可以透過文學小說的閱讀裡面 去找到一個可能思考的窗口 小弟導演我相信他 我真的非常期待他就是 接下來的任何的關於台灣自己本土的文學的創作跟改編 可以為我們帶來更廣闊的視野 謝謝小弟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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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其實 我們其實處在一個我們其實是非常自由開放的時代 或社會裡面 可是其實這個自由開放很多時候其實是一個假象 或者是一個自我安慰的結果 就像我們現在其實很多的資訊 很多的我們覺得是知識的東西 來自於網路來自於臉書 可是其實你永遠你的接受 其實都是被決定後的結果 然後你可能接受到是片段的不完整的 甚至是彼此重複抄襲的 因為我們現在都知道 新聞媒體其實就是出現了一個A版本之後 所有人都去 後面的全部都抄那個版本 所以其實他已經不是一個 我們說90年代那個時候 眾生喧嘩好像其實非常的多元 反而其實已經是一個雜音太多 而且其實是噪音太多的時代 那我覺得我們其實需要回到一個 讓自己更為複雜深層或者是緩慢的思考 所謂緩慢的思考是說 並不是這麼快的就接受所有的訊息 然後變心以為真 然後就而且就認定了下很多 不必要的或者是極端的判斷 那我覺得文學或文學相關的影像 其實它就是為我們重新的恢復 我們應該要有的那個思想的複雜性 那唯有那個思想的複雜性 才能讓你成為一個個體 一個跟別人不一樣的個體 一個有自己思考能力跟決定 決斷力的個體 那所以我覺得這是 其實是文學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能 那我覺得從剛剛我們談金燕玲老師的作品 和毛小燕玲導演的作品 其實應該大家能夠體會到 這個複雜跟這個複雜的必要 那我想這個是我自己覺得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說雖然金燕玲先生他創作的 看起來表面上是一個娛樂性的小說 具有你讀起來愉快 然後是覺得是感到很多的快速的節奏 但是裡面含著非常可能嚴肅的主題 我們今天一開始的時候我們開場 我希望大家用一個輕鬆的態度 來聽這場作談會 可是事實上我們也談到了很多 我們現在台灣的問題 然後我們藉由金燕玲先生給我們的一些鼓勵 或者是他的工作上面的方法 看起來輕描淡寫 一如他昨天說 我跟他談這個隱蔽收查的開場 他的第一句話寫說 他第一句話的回答說 其實我什麼都沒有寫 我什麼都沒有寫 但是他說這句話的意思是 我不寫我自己在對這些人的觀感 我寫的是那個 在那個場景底下的那個人物 他在想什麼 他的對話 他的動作 所以看起來是一句非常平淡的話 可是確實是創作的真水 而且是文學非常小說 非常重要的一個技術或者是一個技巧 那同時也可以在小D導演 他所有的這一路以來的所有的作品裡面 我們也都可以看到 想要藉由一些更通俗化的方式 來深刻的去討論我們所面臨的處境跟問題 因此就是國威老師他也帶來了他的觀察 我們今天的講座的題目是原汁原味或者是加油天處 可以知道其實這個不是最重要的 而最重要的或者你可以加油天處 或者你可以保留原汁原味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們如何回到那個本質的問題 以及我們現在能做什麼 我們就好好的把它完成出來 例如其實遇到了這麼多的困難 我想千宇先生他在創作上也一定有很多困難 小弟導演也是 國威老師也是 可是呢就把眼前要完成的事情 一步一步的完成 這想這是我們的一個小小的總結 也是台北文學記想要傳達給各位熱愛文學 不管你是讀者也好 你是創作者也好 我們都希望我們透過我們耐心的 好好的來讀一本書 一本非常棒的小說 尤其是這麼難的可以邀請到現在連續兩年 我們擔任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的理事長 那有這麼高的地位 又這麼親切的給我們一些 我們可能 他很謙虛說不是建言 他很謙虛說這是一個分享 透過這樣子的一個這一場活動 大家一定會有意猶為主的地方 因為時間真的很短 但是這個意猶為主都要留給各位 留給各位做什麼呢 因為喜歡排上的他們三位 請大家看ST 請大家看引力搜查 然後還有陸陸續續將會引進的 當然還有同期這個系列 將會引進的金顏銘先生作品 還有我們小皮導演的直劇場 這個四大主軸的 不是非用小可的 這真的是一個嘗試 我們需要給這樣的嘗試 更多的時間去咀嚼 去體會 還有柏維老師的 剛剛說的 他的觀察會一直update 一直有新的想法提供給大家 今天非常非常感謝各位的意名 也非常感謝台上的這三位 會賓的餘會 我們給彼此一個熱烈的掌聲